接下來我們要講那個下個題 我們要講Tangent 那我的做法是先把那個Tangent跟Cosine還有Sine的格角都先介紹給各位 但你會基本的操作做我們再來做一項 好嗎 可以嗎 接下來來翻譯講義的第五十一頁 Tangent的它的格角公式 Tangent Alpha加Tangent Beta 我先教你它的技法是什麼 它的技法叫一鍵填填填加填 1-Tangent的Alpha Tangent的Beta 分之是什麼Tangent的Alpha加Beta 這是它的格角 它的格角比較複雜 來 先操操 然後技法 這是正的 這就是正的 然後勒 技法叫一鍵填填填加填 就想有個女生叫甜甜 看到她心裡就很甜 大概是有感覺 一鍵填填填加填 好不好 可以嗎 1-填填填填加填 好不好 基一個就好 那Tangent的減 會剛好跟它相差一個正負號 這我就不寫了 請看獎益他有寫 那我們簡單的做個證明吧 如何寫出Tangent的合角公式 來囉 來囉 他證明很取巧 純粹的單數去算 來 我們運用的是什麼 以之後 我們的Tangent是不是有三數關係 Tangent的Alpha加Beta 那你要超可以不超有的關係 因為這個不太會討論 這可以寫成Cosin分之Sin CosinAlpha加Beta Sin分之Alpha加Beta 可以嗎 長這樣 然後勒 經過剛才我們合角公式敘述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SinCosin 下面人也可以寫成Cosin 注意喔 這是G 前張之後人 泡了髮 怎麼把它寫得有點久 來 我們寫個Tangent 怎樣才有Tangent 怎樣才有Tangent 你不要先想聽我 怎樣才有Tangent 欸 這樣子大家都不想叫我 對不對 來 怎麼才會寫個Tangent 寶貝 仔細看 這是Alpha 這是Beta 他這裡如何會有疑 你要先去觀察 全部除掉 為什麼 你看喔 如果這一層出CosinAlpha CosinBeta 這裡就會洞出一個Tangent Cosin分之Sin 就會洞出一個Tangent 這我現在要做的是 同除CosinAlpha 然後CosinBeta 上下全部同除CosinAlpha CosinBeta 很訣巧喔 那我寫個 可以解釋嗎 可以解釋嗎 來 你同除之後 這裡是不是變成1 出不太快 那這裡咧 這裡你假想一下 這個CosinAlpha 然後CosinBeta在這 是不是CosinAlpha SinAlpha 都變成一個Tangent 出來 CosinBeta SinBeta 是不是變成一個Tangent 出來 你可以嗎 Cosin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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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變成1 還是我要寫出來 你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那同樣道理好 再去除 你會得到最後結論 我再寫一趟好了 看看那臉喔 不知道是早上電影 還怎麼樣 面色很重 再寫一趟好了 我直接寫一個代號 CosinAlpha Cosin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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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減掉 CosinAlpha CosinBeta 然後 SinAlpha SinBeta SinBeta 可以嗎 我自己來齁 然後上方一樣齁 SinAlpha CosinBeta 然後加上 Cosin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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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 這個算出來是1嘛 對不對 這是1 然後雷 這個你去找這個湊 是不是會出現一個TangentAlpha 那你這兩個是不是變成了1 對不對 這兩個是不是又變成了1 然後這兩個去湊 所以就變出了一個TangentBeta 可以嗎 然後一樣齁 這個是不是TangentAlpha 這個是不是TangentBeta 我就寫完了 可以嗎 然後惜一個名是 就是黃色列的 就叫 1,減填填填填加填 這個就變成一個 爽 到這邊 來看一下有沒有擔填 1,減填填加填 那我們這個要講 這個定名本身 沒什麼意義 因為就是很基本和態酬證面 那比较難的下手是你要想到要除cosαααα不是沒有機會想到 因為你要湊出tangent 你一定要怎樣 cos分之sin才會有tangent 對吧 所以我們盡量除一個cos 那自然而然就會寫出cosααααα 有一些特殊的題目會用這種方式來記錄 有一些特殊的題目會用這種方式來記錄 我們後面會送你一題 好 來 如果你沒問題了 就要記錄一減填填填加填 αα-β就要倒過來 一加填填填減填 我們講得很慢喔 希望各位這個ok 接下來我們要講範3 範例3這邊是用合角跟插角求它的函數值 αα和β有各自各自的範圍 我要注意小心 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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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那什麼東西 那什麼東西 因為聽不懂我叫啊 他叫什麼都不知道 來 我們要寫半3喔 來 動起來 動起來 我看你會疊得簡訊是什麼 我看你聽給你耶 因為剛好運間 好沒有 那個是音樂播放程式 喔喔 那個是有音樂 你密碼 我知道了啦 你密碼是這個嗎 你有自己對不對 你知道嗎 那我跟妳講 那我跟妳講 不要讓它鎖起來喔 從前的智商 女生是幾號 他媽突行耶 突行不能有神力喔 可以就是數字啊 不是數字 他現在鎖30秒了 你才不跟我講話 他鎖1分鐘 等一下就會鎖2小時 我只是也要鎖2小時喔 來 我手機好了嗎 密碼是多少你知道嗎 呃...0229 我幹 為什麼妳會知道 你國中跟我講過啦 我好可怕喔你 你國中跟我講過啊 好可怕喔 我幹 好可怕喔 你在晚一天生日 你他媽就只能失眠過一次 對啊 欸 你好可怕喔 我竟然會知道我手機好嗎 然後鎖2小時你知道 也是要不測 我就看他在用WiFi 他在用WiFi 我就說 欸 要不測 那錯得到GCMine的WiFi 我說 說不知道 那你怎麼在用WiFi 我禮的啊 自己把我手機打開了 然後解開我的WiFi 我要是真的 真的 很扭啊 會不會啊 誇扯耶 等一下 我要口感 一減甜甜甜加甜 一減甜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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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是好帥 來 再來我們看範第3 來 趕快範第3喔 在我們參與的部分喔 來 我們要講義喔 我們要課本 來 他給你什麼 給你他的角度 介於的範圍 然後告訴你他的cos 跟sinα的詞 cos是5分之3 然後sinβ是13分之12 然後呢 α介於什麼 270到360 β是什麼呢 介於90度到180 好 先到這邊就差不多了 然後第一小題要問 欸 請問 sinα減掉β的值是多少 來囉 sinα減β的值是多少 來 稍微判別一下 稍微判別一下 這裡的α是屬於第4項線 可以嗎 這裡的β介於90到180 應該屬於第2項線 OK 那等一下喔 你可以意見 你用合角公式把它展開 說如果有sin cos cos 對不對 所以你基本上也要利用 他cosα就是sinα sinβ就是cosβ 那剛好三角函數嗎 只要有一個就會有全部 我只要畫一個參考三角形 就會畫出來了 cos是3分之5 所以sin一定是4分之5 但是要注意它的向線 α在第4向線 cos 所以α在第4向線的sin是負的 所以你要寫出來 所以你要寫出來 sinα sinα 是負的5分之4 因為它在第4向線 可以嗎 我也很有經歷自己畫個 歐賽特劑 自己摸一下 歐賽特劑 可以嗎 第4向線是負 歐賽特劑 歐賽特劑 來再來 cosβ 注意正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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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畫個 並指定理資料三角形 sin是十三分之十二 五十二十三 所以是五 所以cos是十三分之五 先寫十三分之五 最後正負要小心 它第幾向線 第二向線 歐賽特劑 所以cos是負的 要加負 可以嗎 這樣就寫出來了 剩下就是把它合腳一下吧 sin cos cos 先寫形式填下去 可以嗎 造填 來 怎麼造填 看到了 alpha beta alpha beta alpha beta 填完了 再來 幫我們四個引擎資訊 從填進來 就打了 可以嗎 就是這樣輕鬆自然 那是漫長的一分鐘 -5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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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之五 -5分之五 再來勒 減掉 注意是減喔 減喔 sine是不變的 這cos才是減的 你忘了 -5分之三 這個就是回去要熟悉一下 第一次選擇都用卡卡的 多寫幾次就回了 -3分12 -5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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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3分15 等於 -5分 rice -5分15 16 -5分12 這個 你這句話的意思就像 有一天鐵楼說 鐵楼好認真問你 你覺得我跟張女生比較好算 我不好算 哈哈哈哈 還滿合理的 對啊 鐵楼常問我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 欸 比如說 假如今天 我不能用手走路 也不能用腳走路 我不能用雕走路 覺得我可以走多遠 就是假設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情境 然後要你去講 就是要猜想它 然後可以這樣 完全不能理解它又有點緊 幹 真好笑 上次鐵楼傳了 不行 這個有點色情 講到沒關係 大家怎麼都接手 真的喔 鐵楼常連他色情的影片 是一個照片給我們認識 講一個笑話 然後是一個黃色笑話 然後看了就哼 人笑了一聲 然後我就回傳他說 滾 都是你啊 剛好在開車 然後我不小心停到方向盤 才能出車禍 我就回他 他說真的嗎 剛好我最近我們家屋頂漏水 那你也可以來幫我撐一下嗎 呵呵 我們對話就是那樣的舞蹈 呵呵 可以嗎 來這是第一個齁 再來第二小題 一樣啊 我們就套一下數字就有答案 第二小題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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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ine alpha-beta 來寶貝 這是cocosin sin 但是注意喔 負面正 負面正 cocosin sin 來自己抄一下 很簡單 來 cos5分之3 超超 cosin beta-4分之3 cosin beta-4分之3 在左邊嘛 呃負15分之3 來負13分之5 來 注意喔 都是負的 所以是65分之 負15-48 15-48 這就是63 63 負的63 可以接受 負的63 你稍微要想一下 你的答案是對的還是錯的喔 你知道我講什麼嗎 如果當你這個超過負1 你應該要覺得很奇怪喔 知道我講什麼嗎 cosin是介於1到負1之間 如果數字超過1都是怪的 都要怪怪的 你應該要回去看一下 如果說老師算出來就是這樣怎麼辦 那我告訴你 那他挺不錯的 你自己要有sense 你天卷的範圍是多的 0到負5線啊 可以說負5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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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他很像不像前 好來 所以65分之負163 這是我們第二小題的答案 可以嗎 那他第三小題很有意思 第三小題答7號 這是一個有sense的題目 來看一下第三小題 他說 就是α-β角 到底屬於第幾項線 我看不看 我有講過耶 在這裡 如果你要去判斷角度 都很小心 一個的值 是沒有辦法判斷出下線的 舉個例子 你看 根據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的結論 我們才有辦法 fix出它的範圍 你看 α-β是一個角度 那第一小題告訴你 a它的sense值 是一個小於0的數字 這要講什麼嗎 它的cos在第二小題裡面講 它是一個小於0的數字 有這兩個結論 我們才有辦法知道它的向線 那哪一個向線的角 我們要sin是負的 cos是負的 cos是負的 來 o-sine是負的原則 o-sine-tun-co 來看一下 sine是負的 是不是變成了 3-負的 就是1 3-4向線 對不對 那cos是負的 是不是只能在第三向線 可以嗎 所以答案屬於第三向線 你發現了嗎 小柔今天 人家只問你 第三小題 你知道你要回答嗎 我在講一次 人家只問第三小題 你知道你要回答嗎 兩個都算 你知道要講什麼嗎 人家只問第三小題 但你必須得先算出它 合角度是小於0 還是大於0 由cos跟side 兩個合角之後的結論 去判別它合角之後的角度 介於第幾小小之間 沒有那麼簡單 可以嗎 所以如果只問第三題 你要加油喔 後來要多算一二小題 才知道喔 好 再來第四 翻 你幾次 你幾次啦 星星 不要一直摸摸巧克力 好 不知道 不是脫衣服啦 你們在意幹嘛 來看第四 大家知道我自己錢包不見的故事嗎 會 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想抱怨 我覺得這個社會真的是病態 你知道嗎 大家知道我錢包丟 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如果你朋友錢包丟 你一定會說 你怎麼樣你還好嗎 去吃掉哪裡 你需要幫人找 我的朋友是什麼 他剛才就是糊糊糊糊糊 你知道嗎 第一個秘密就說 錢包不見了喔 那你這個月吃什麼肚子嗎 然後就 接著就有人說 你知道我們補習灣前面有盆栽嗎 那盆栽前面那個 還有喔 你真的不要忘記 可以在那邊吃 他就說 他說我們補習灣之前不是有個盆栽 是不是你吃的 看起來是垃圾 他真的過去嚇死 你知道我昨天 我還特別因為這些事情 跑了很多家補習班 因為我在家補習班上課 我就跑去食品 或者跑去竹北 然後找出去找 結果咧 惡眉心 你知道在哪裡嗎 在我的包包裡 我就知道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這是一個陰謀 真的是一個陰謀 因為這個包包 裡面就放了一本書 不是那一本 真的就是一本教科書 然後把那本書倒過來 把書倒過來上面甩 然後掉出什麼 掉出一輪書 然後裡面的那些雜七雜八 就稍微翻了一下 因為又沒有空間給你放 就是不可能 就是沒有看到錢包 應該就是沒有了 然後我找了兩三次 然後 我後來就說 算了 那既然找不到 然後我爸媽就一直捏 老爸媽很愛你 他就說 啊你錢包不見了 我就跟你講喔 那個錢包就是不要放身份證 那聖證證沒了 你扮幾下乳劍就很麻煩 那你信用卡丟了 是不是有人就會到你 你的那個什麼 什麼聖證姿號 什麼 哇我跟你講 不一提呢 兩個小時內 我在家裡真的整整 被唸了兩個小時 這個火氣上來 那這裡我不能走過去 大我爸媽來巴掌 不可能吧 對啊 只要你願意啊 我又不能打他 所以我就 那好啊 我就出去走一走 轉換星期了 這就是成熟 大人的態度 我就走出去想要進一進 才剛走進一樓下一分鐘 電話就來了 欸 兒子啊 你的那個皮包我們找到了 就在那個你的包包裡面 你爸找到了 我跟你講這是陰謀 又回去看我錢包 錢不見了 然後勒 為什麼那麼快 我覺得他有意 用這件事情來欺負我 趕快把媽媽 本來就知道 我的錢包的位置 他就 弄他 他就這樣 今天回去再問我媽 說他弄我 怎麼可能我一下心就找不到 我剛剛找了兩小時欸 進步 爸媽 你爸媽以為怎樣 很好玩 很好玩的啊 怎麼好玩 好玩你妹 是不是陰謀啊 陰謀論 對啊 我總覺得感覺怪怪 怎麼可能我快去找到 然後他這裡用給他用錢嗎 有啊 我覺得我爸爸也蠻好笑的 我爸爸 我爸爸 假如我的書桌上可能就是 有時候我會把那個 我的錢直接放在書桌上 然後 有時候放大概是放兩三萬以上 然後就放在書桌上 然後就被幹走了 然後我一回家 我總是可以發現 我那個書桌上的錢全部都消失 然後我就會說 欸爸 我全都不會不見 喔我幫你收好了喔 幹你 你真的太久沒有放兩三萬再說 他們全都不知道才會不見 幹你 是不是 你知道 因為有時候我錢真的會放 我不是亂放 我不是那種傻在那個傻在半空中的感覺 我是堆疊好 然後可能放在一個書的旁邊 或是夾在書下之類的 你回來總是會發現 那個幾萬塊九個多小時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去問你爸 他說 我說好了 很做得心虛的感覺 然後 可能去點 欸少了五四張 沒有啦開玩笑 我覺得我爸很喜歡收錢 唉 會不會是贏 還是贏 那天這很 那天我還是善心 那天其實是一個 好人的故事 你知道嗎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心情很好 然後準備去竹北上課 早上九點多 然後騎著那條 沿的那個 大排檔 清大前面 然後建公國小後面那條路 然後他騎過去 走在公道五的路上 然後騎過去騎到一家 看到了 有一家店的前面 有一台機車到了 善語的人 大家都沒有把他牽起來 就只有我停下的時候 然後把他扶進來 然後把照都進橋 然後還在那邊看有沒有損害 然後橋好之後 我們就發現這家店 欸不一樣 好像很好吃 我就進去吃早餐 店了兩百多塊錢的早餐 坐下來準備吃 吃到一半天 想到 欸幹 我們錢包不見了 我於是沒有負心 我就走了出去 我等一下還有去換錢 呵呵 然後還沒有吃 我吃八晚餐 這就是一個善良的故事 那你有跟他講嗎 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我跟我們錢包要找不到 喔沒關係 你想到再來還我們錢就可以了 善良 是一個巷子裡面的日式餐廳嗎 不是欸 他是在那個 他在那個 欸你知道大牌檔在哪裡嗎 雞排嗎 雞排 雞排不是大牌檔 是辦那個燒烤的 你們知道嗎 建工國小知道在哪裡嗎 那 就是後面那條路 剛剛有一家大牌檔 在那附近還有一家拉雅漢堡 拉雅漢堡 旁邊有個叫左燈咖啡 喔 就是那一家 老闆娘是好人 可是他都不會開人氣 每次進去都很冷 那這已經換新的工夫 算了喔 你這樣嗎 沒有 只有還好 應該是幫助 那你還了嗎 你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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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太多了 我快講好 不好智障 不好智障 來 例題四 講完了齁 欸不是還沒講齁 例題四 來例題四 合角跟正前公司的應用齁 來看一下寶貝 好我要擦掉囉 三角形ABC中 給你cos 給你cos b給你cosa 然後我的反差勒 我在那邊 然後給你ab是16 請問sinc是多少 那第二個問題還有緊接的問號 請問他的外切圓半徑是多少 來 有感覺嗎 給你一個良心的建議 如果到現在只看這個題目 還不會畫三角形不太用 那你應該要畫三角形不太用 那你應該要畫三角形不太用 來看一下他的三角形大致的相對角跟邊的位置 假如是abc cosa 是這邊嗎 cosb 欸我cosb畫錯 為什麼畫錯 因為你觀察一下cosb是不是負的 很明顯cosb如果是負 它在第二向線一定是一個遁角 所以這個畫的一定是不準的 再畫一次 來 寫下我們cosb等於負三分之 黑得你的腳b是第二向線角 好 再來跟你說ab邊是16 16 請問如何求出sinc 那很明顯齁我們的sinc在這邊 一腳對一邊才有機會求出來 第二個 它到最後要求半 近 是不是外接人的半近 你還要用正弦才有辦法算 所以也要得到sin的值 一腳對一邊才做出來 對吧 怎麼用a用b寫成c 看好囉 看好囉 這有個特殊的解法齁 你要知道 腳a加腳b加腳c 因為是三角形的緣故 總和一定是180 可以接受嗎 一定是180度 還是不喜歡這個 一般我們都寫牌 其實很少都寫180 只是高公共用180 只是 對 高公共180 可是其實我們比較喜歡寫牌 因為在講正弦跟余弦的時候 他的那個周期就是要派 所以我都會喜歡 三角很出的圖 對 幹你去s 自己畫 自己畫 好來 可以嗎 那知道180度 我們可以用一個特殊的技巧 找換 你看 cos 的值 是不是可以吧 cos 的值 可以做b 直接把它偷偷寫別的 可以嗎 可以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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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 那我們這樣子好了 因為我們要求的是si c si c 是可以故意把它寫成 si 180度 減掉 a加b 看 我拿180 減掉這兩個角度 我們就看 可以嗎 減這樣 欸 scan pi 好不要寫 拍到現在28好了 比較喜歡 180度 減差 sin 在第二項線 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sin 180 減掉一個角度 是不是落於第二項線 它的值還是正的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尖線稱 sine a加b 做專角 一至二角的嘛 對不對 寫成這樣有什麼好處 是不是就可以用核角公式 來表示sin c 的值 可以接受嗎 知道要交通嗎 我們首先利用它 sin c 可以用180 減掉a加b 之後再把這個簡化 用一至二的姿勢 把它簡化成sin a加b 再用核角把它展開來 就可以知道sin c 的sin值 可以嗎 如何用核角 來 這個可以寫做 sin cos cos sine cone 加cone sine 那這裡有cos的值 那sine的值我們要額外求齁 它題目都有給嘛 對不對 我們稍微做一下就好了 sine a 做一下 它是給多少 cos a 4分 cos a 4分 可以嗎 sine 的話就是5分 3分 3分 那 sine b 說一下 cos 5分 所以sine b 是 12分 這裡可以放進大單前 為什麼 因為第二向線的話它還是正的 沒有問題 剩下這把數字套進它就可以了 sine a 3分 cos b 在上面 -15分 3分 5分 然後加上cos a 5分 3 3分 為什麼3分 喔 怎麼可能 為什麼 為什麼3分 3分 3分 5分 超錯了啦 這是5分 4分 都沒有人跟我講 我自己發現 不是我很聰明 不然 我寫錯了 4分 他我覺得很奇怪 大概5分之3 然後這是什麼 13分之15 13分之12 他幫我說13分之15 我為什麼沒有重疑 沒有 沒有重疑 15 比1還大 所以說65分之 -20 36是不是16 5分之16 好 它sine 好 第一小題 答案 sine的c 就叫65分之16 那再來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我們要求外界人半徑 所以寫作sinec分之c等於2 可以嗎 那這裡sinec的對邊小c 是不是就叫16 所以就可以寫了 好 沒有啊 是不是很漂亮 65分之16 1分之16 等於2 醜的屁 超漂亮 65分之2 這裡不是約掉了 然後往上除下來 r分65分之2 哪裡醜 不是整數 有數字就不錯了 還不是整數 可以嗎 來請操操 大概是2分之65 好不好 加油了 來以上 這幾題都是蠻經典的當地 並不難 只是簡單的介紹一下 它的應用 也算了 跟其他正余弦之間的結合 你看還有正余弦 當然還有余弦 一線題目 我們下次有機會講 4點 好可愛喔 欸我覺得學生也是蠻多問的 有時候 有時候出去玩 我之前講我們以後出去玩 不要傳 不要傳任何東西給我 為什麼呢 要解釋一下 因為你們出去玩 你們要傳你們出去玩的照片 我會很孤單 可是在這邊上課 你還傳出去玩的照片 然後很爽 那我會不爽 對啊 每次像那個剛剛那個 出去德國玩的 然後傳德國的照片給我 我也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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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 對啊 自己有沒有出去玩 自己爽就好 不要跟我講 對啊 好來就是立體式的部分 大家還好嗎 我們今天的目標 我今天目標還你段路喔 幹 你要到哪 我今天今天一定要可以上完 33-43 三背腳同事 沒關係 你要上到背腳 對啊對啊 欸你以為我們就要來玩的 不要啦 你以為我們就要來玩的 我靠 你以為我們都會炸掉 好 什麼同事腳 什麼同事腳 對啊 同事腳 對啊 沒有同事腳啊 這個是念問 同界腳 同界腳 就加減360度啊 轉一圈 還是同一個角度啊 哦 或是減一圈 反過來就是減360嗎 它代表角度 是不是都同一個 開始同一個結束的變 對 對對對 開始跟結束的變成是同樣 跟同界腳 哦 來 接下來我們看 55 來 55 平方相加 這個太簡單了 立體五 看一下 立體五 來 side alpha 一 五 來 side alpha 加side beta 等於2分之3 coside alpha加coside beta等於2分之3號5 寶貝 如何求coside alpha-beta 來 來 怎麼求 怎麼求 來 當然要求之前 要跟上面做結合 一定沒有辦法直接看啦 這給你良心的建議 先把它等下 先把它要求的東西寫出來 然後再去做推照 OK 先把原式寫出來 coside alpha coside beta 然後來 加上 side alpha side beta side beta 所以想 想求的其實 就是這兩個叫嘛 side a side ba co a co be 可以嗎 把這兩個求出來 那我們要從上面去找 怎麼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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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相加 你要相成 再講一次 他有相加 你要相成 聽懂 他有相加 你有相成 那怎麼辦 是不是寫著把它平方 因為平方會產生 產生什麼 相加跟相成 對不對 因為平方才有機會相成嘛 所以我會先建議你 你把原本的式子平方 我寫一下下面好了 來 我想到 我可以試這個平方 side alpha 加side beta 平方 這可以寫成 side alpha 平 加上side beta 平 就加上什麼 兩倍的side alpha side beta 可以嗎 有了這個形式出來了 這個我知道 重點是這個 我不會啊 這個我又不會 沒關係 我們先展開下一個 看你有沒有辦法 coside alpha 加coside beta 一樣我們把它做平方 是得到coside alpha平 加coside beta平 最後怎樣 一樣 加上兩倍的coside alpha coside beta 你發現了嗎 這個你雖然不會 但如果今天我們把它加起來 是平方翻新 叫做1 叫做1 所以這其實就是2 這要講什麼嗎 這個原本我們都不知道啊 可是經過整理之後 這個就是2 兩式相加 這個你知道的題目有給 這個你知道的題目有給 這個咧 這個就是莫過於 兩倍的side alpha side beta 加上兩倍的coside alpha coside beta 就是整體值的兩倍 我等一下把2除掉 就結束了 可以嗎 所以我們預想圖都結好了 把這兩個式子 經由平方把它寫出來 寫完之後咧 我們把1、2式做相加 合併 合併出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變數 就會被抵消掉 用平方關係把它抵消掉 我們就會單純剩下 後面的相乘部分 總共想不到要相乘 給相加乘 總共想不到相乘 因為題目的合調公式 是兩者相乘 只有平方的時候 才會寫成2ab 才有相乘 想一想 那接下來 我們把1、2式加起來 把它經過寫一次 第4加第2式 是不是寫作2分之3的平方 就這個 加上什麼 2分之更換我的平方 等於什麼呢 等於1加1等於2 等於2 加上兩倍的 我把2提出來 這是兩倍的sine alpha sine beta 加上cos alpha cos beta 其實就是什麼 所求嘛 可以嗎 整理一下 剩下就是輕鬆又簡單的方式 來 4分之9 加4分之5 等於2加兩倍的所求 整理一下 4分之14 4分之14就是2分之7 2分之7減2 2分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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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所求 就會等於什麼 4分之5 就這樣 來 走走 走走 我算是4分之5 欸不可能是4分之5 等一下 欸應該不會是4分之5 欸為什麼不會是4分之5 可以解釋一下 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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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算錯 我們檢查一下哪有算錯 4分之9 9加5就是14嗎 4 2分之7啊 2分之7 2分之5啊 二分之七減二是什麼 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啊 丟得高 很快 你有沒有發現 幸好我們要稍微檢查一下 為什麼要檢查 因為當它大於一的時候 口散怎麼比一大呢 是一個很唯一的事情 這是二分之三 所以這裡結束是四分之三 所求是什麼 如果你對所求沒有概念 那就是我們剛才一直心心念念什麼 口散α減β 所以答案是四分之三 好就是這樣 答案就是四分之四 好 四分之三喔 來 來 好 先中去 那基本上我一個擺擺 你有沒有發現剛好有寫一題 有沒有發現 我最近養成這個習慣 因為它的擺出其實有時候都蠻亂的 盡量把它形成張開 剛好一題差不多 所以都要等你們超好 你們盡量把筆記寫好 來 現在時間 16點11分 我們一樣 依照一個小小的慣例 我們 再上兩題 就休息 沒有 來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 15分鐘後 15分鐘好久喔 那休息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10到15分鐘後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感謝各位的支持 1050 好 有蛋 請不請到 有啊 只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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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